现在春天到了 很多的花肉 莫名其妙的就把花养死了 我给大家总结几个点 您看看您是否中招了 第一个 不洗羊的植物 它一点太阳都不给见了 你像现在这个季节 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大部分可以说是90%以上的植物 都可以去见一见 现在这个季节的这种太阳 很舒服 你包括绿螺 龟背竹 包括绣球 包括兰花 只要不是中午很热的那个太阳 不是你感觉很热的那个太阳 都可以去晒一晒 这样的话会更加的利于它的生长 尤其是绣球 好多话说 老花姨 你的绣球是洗阴的 我一点光照都没敢给它晒 结果叶子就开始卷去了 对吧 所以说光照这块 大家一定要入手一下 第二个就是咱们的一个浇水 你看植物的一个长势 不论是什么样的植物 你拿起来 如果是刚刚发芽的那个阶段 就把持住 千万要把持住 干了再浇 不干别老是浇 你如果说像这种 花开的很多 叶子很旺盛 这个你稍微多点水 因为光照好 通风好 这个没什么事 那种叶子比较少的时候 很多的花 还有赶紧多浇点水 让它长快点 多湿点水 您千万别讲 像这种长势很旺的 稍微多点水 多点水 这个它可以去消化 它有足够多的叶子和花朵 来散发这些营养 没有的话呢 就会反其道而行之 明白了吗 再一个呢 就是好多的话 说春天到了 老花姨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换土了 当然是可以了 但是换土 大家一定要拿捏 一定要让它透气 排水 要有一定的排水性 还有透气性 就跟人穿袜子和鞋子 一个道理 你别整个塑料袋套上 再穿个大皮鞋 你咋的呀 你脚丫子不要了 是咋的 一出看 它不捂在里面都臭了吗 植物的根系 是同样的道理 臭包 一定要拿捏一下 现在呢 只要是咱们大家伙 得看自己家里的温度 如果说 最低温度 维持在10度以上了 90%的话 都可以搬到室外 让它去见一见 见识一下春天的气息 好吧 如果是好的的话 还零下呢 你还想拿出去 它不动坏了吗 所以说 最低温度 一定要拿捏在15度左右 还有一个就是 跟大家说施肥这个事 春天这个季节 不仅仅是 用一些零酸性甲 很多的话 有盲目的 用了大量的零酸性甲 就比方说 千牛这种 它是开花的 老汉姨 听了 要用零酸性甲 我用了很多零酸性甲 春天的时候 不是用更多的零酸性甲 而是施更多的淡肥 你比方说粪肥 就是你们用到的 发酵的一些鸡份 羊酸牛酸 还有一些个 比方说那种 官业型的植物 官业型的植物 营养液之类的 可以多用一些淡肥 先让它生长 等到有花苞了 再用零酸性甲 也不吃 希望花友们 注意这几个点 春天养花 就会更加的棒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一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